大家好,我是Shaylee姐姐 現在會為你們介紹有關陶瓷班的工具 首先第一個是壓泥醬 可以平均地壓平泥 第二是收杯道 圓形那邊可以令到杯體變得圓滑 而三角形那邊就可以令到杯體變得平均 第三我們會叫做木筆 在泥上面可以畫圖案和圓筆的作用差不多 第四我們會叫做木手指 可以像手指一樣修飾杯體 令到杯體變得更漂亮 而另外那邊我們會代替畫交叉 方便我們圖上泥漿進行黏貼 這樣會貼得更加實的 第五會是木刀 方便我們進行大型的形狀切割 最後這個也是木刀 它會比較尖和比較利 方便我們進行小型的形狀切割 而它也可以進行一些比較細緻的收杯 以上就是陶瓷班工具的介紹 小朋友和家長也可以按自己的需要使用工具 拜拜 拜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